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了 我和七师傅在年初三 Steven King的访问 我自己再看都真的觉得非常搞笑 师傅的对答很厉害 整天都是似是而非 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说真话 什么时候在说笑话 大家闷闷地不妨去看一看 令自己开心一下也好 言归正传 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看 2022年北京冬奥 在国家体育场鳥巢举办的开幕礼 开幕礼昨晚8点正开始 今届开幕礼以简约为主 由2008年15,000人演出4个钟 这个安排缩减至今届只有3,000人演出 而开幕礼只长大约2个钟 烟火的烟放量比起2008年的开幕式也少很多 只是当时的十分之一 做总导演的也是张艺谋 2008年的夏季奥运也是由他担大旗的 张艺谋说14年前的开幕式 就要展现中国五千年摧灿文化 今次就不同了 集中表现中国的现代、现在和未来 开幕式的每一分钟 实际上都是写满了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 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 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去看一看 虽然是简约了很多 但场面仍然是非常壮观的 一点点这么多都没有失离人的 了查过11,600平方米的冰面中央场地 就是由11,000多块的LED屏幕去组成的 还展现过年好这三个中文字 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太彭丽媛 还有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一群人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音乐声中进场 他们排排坐 不过习主席和巴克都隔得很远 因为开幕昨天释奉是24节气中的立春 立春是重要的日子 即是立春这一天才真正是苦年开始 大会播放了24节气的片段来做这个倒数 又在现场以绿色的光影去代表立春之日 春会大地相当之有气势 昨晚一共有91个国家的地区代表进场 看回第一届冬奥在1924年举办的时候 当年只有14个都是欧洲国家 美国和加拿大参与 而在上一届平昌举行的冬奥 热门已经破纪录有92个国家参加 因此少一个也不少 一点也不弱 有91个国家参加 除了热门的北方国家 如加拿大、挪威、俄罗斯等等之外 还有不少没有雪落的国家参与其中 包括巴西、泰国、衙米加、菲律宾等等 可以想象得到 来自这些热带国家的运动员 一般要作出更大的牺牲 因为他们不单止要适应寒冷的环境天气 还要花多很多时间在国外去进行这些训练 还有在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都为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不变和限制 对这些运动员的挑战相当大 说到进场 当然是中国代表团一定是压续出场 他们在歌唱祖国的音乐侵托下进场 担任其手的是速度滑冰运动员高亭宇 和降架雪车的选手赵达 不用多说了 有主场之力全场掌声雷动 非常虚险 观众不单止对中国国家队是特别支持 而且亦非常支持俄罗斯代表团和港队 他们入场期间都是获得欢呼和掌声的 但美国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就没有太多人欢呼了 我觉得这样的表现不是太好 略为有欠大体 怎样说也好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 今次我们国家真的很威胁 北京东奥组委主席、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致辞的时候说 中国十四年前曾经在北京燃点起胜火 实现百年奥运梦 我们中国在七年前争取到东奥 使得北京成为全世界全球第一个双奥之城 见证了中国为奥运社下的一个新的传奇 这个在今天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全球人均水平 未来如果进一步成为名乎其实的发达经济体的时候 这一届东奥会无疑具有一定时代象征意义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也入乡随族 用普通话祝福大家 新春快乐、苦年大吉 又感谢中国志愿者在疫情仍沉重的环境下 欢迎各国运动员克服种种困难来参与 是一个这么大型的开幕礼 每一样细节的安排 都肯有它背后的意义 在最后火具传递的环节里面 最后那一旁是由两名火具手 一男一女完成的 女火具手是谁呢? 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运动员 迪尼格尔伊拉姆哥 男火具手就是北欧两项选手 汉族的赵佳文 他们一起把火具放在巨型雪花装置中心 这个装置就是大会的主火具 好几个西方国家 美国、英国、澳洲等国家 用人权为理由是外交杯葛冬奥的 不过昨天出席冬奥的领导人 一点都不少 一共有31个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包括哪些呢?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沙特阿拉伯王柱、穆罕默德、埃及总统塞西等 还有不少的中亚和中东国家的元首 这批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很多人都是和中国和俄罗斯一样 被排除在美国去年12月举行的民主峰会之外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虽然没有出席 但也有向习近平主席发了个河电 说东澳成功开幕 在中国取得的又一胜利 任何难关和挑战都没办法阻挡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前进步伐 好 我们大家一起密切留意一下 今次我们国家可不可以凭着主场之力 取得更多的奖牌了 尋找真相 尋找生存意义 尋找空间 尋找自我 尋找信仰 尋找工作 尋找伴侣 尋找幸福 尋找知己 尋找选择 尋找快乐 尋找宁静 我们一生都在尋尋觅觅 陈志云 尋 与嘉宾分享每个关于尋觅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七星月师傅 很开心很荣幸来到Steven King 这个节目做嘉宾 今天来这里做了这个新型的节目之后 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可以终于见到我的偶像智云大师 不论他是做主持的反应 口才 我都是很开心的 因为真正可以跟我夹到嘴型 不是很多人 他真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持人 所以跟他一起做节目 又谈又谈 他能夹到嘴型 他能夹到嘴型 有些人跟我谈 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知识 他不能夹到 我跟智云大师很流畅 因为他能夹到嘴型 加上他很英俊 因为大家出镜的时候 跟真人不同 因为真人真的很年轻 皮肤很漂亮 而且又很懂得打扮 正是 齋太 来这里做节目齋太 都够了 都值回票价了 所以 大家多些支持 Steven King 智云频道 齋太 智云大师的样子 都可以送几碗饭 是很开心的 大家记得多些支持这个节目 你越支持这个节目 师傅就更加爱你 记得 Subscribe 智云频道 师傅是你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 这里讲完 这里散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 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 噴霧四维噴 让它里面的齿子提取物 将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 不对听的 通通消散了 那就放心 Mr.Expand 杰癖主义 好主义